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约见面总是约不出来吗? 五个暧昧相处的征兆表示你没有希望了 今天好好聊聊关于说 不管是实际的相处或是叫软体上面 跟人家暧昧呢,你总是猜不透对方在想什么 有时候就会误判形势 然后惹得自己非常的糗 今天就提供给你五点 就关于说暧昧相处的征兆 有些些征兆呢,可能就是没忘了 可能就要稍微退场了 好啦,那在实际的进入主题之前呢 要来分享一间位于宁夏夜市的小摊饭美食 叫做刘玉仔 蛋黄玉饼 刘玉仔 它其实是它的名字 然后他们专卖就是蛋黄玉饼 他们家呢就卖了两款 就是整个摊贩只有两个商品 而且它是现做 现炸 它是位于宁夏夜市 大概中段的一个小摊贩 就叫做刘玉仔 蛋黄玉饼 这间店呢也荣获台北米其林指南的 币比登推荐 街头美食名单之一 那它其实呢就是两款商品 一款商品叫做香酥玉丸 然后是25块 然后它的蛋黄玉饼呢是30块 蛋黄玉饼顾名思义 里面就是有加蛋黄 可能一些肉松吧 我记得没错的话 那它的香酥玉丸是25块 但这间店最有趣的地方呢 它就是它有 它只合卖 你只能够一次买两颗 你只买单颗它不卖你 所以你要依得就是买两颗的玉丸 或者是两颗的玉饼 或者是一颗玉丸一颗玉饼 但我那一次去 因为我本身不太喜欢吃蛋黄 所以我就点了两颗的玉丸 那如果你是点四颗以上 不管是任选 是玉丸或玉饼 四颗以上 就是可以折五块钱 那我看到它的 就是Google的页面评价呢 就很妙哦 才三点多颗星吧 那我说这间不是感觉蛮红的 那我去点它的留言来看 它的留言就介绍说 其实大家评价都很好 喜欢的就是都给很高的评价 说哇很便宜啊又好吃 那有几则 难得就是有几则 就给非常低分的 通常都是因为它有限制抵消 所以很多人就是觉得被强迫推销 人家就觉得说我想买一颗 但我觉得这种事情就使用到 它规则已经定在那里 它讲得很明 所以我觉得也没什么好计较的 那如果因为这样子去打 比较低分 我觉得不太合理啦 所以我本身是觉得说 好不好吃是重点 然后它的规则都定在那里 你可以选择不要购买 但我觉得因为别人的规则 就是低销这件事情 我觉得每个店家有他自己的做法吧 那大家就是可以体谅的话 就互相体谅一下 如果你真的觉得两颗 对你只在说真的很饱的话 那就是等你肚子有空位的时候再买 或者是你自己买了之后 你吃一颗另外一颗送人 也是一个做法 因为它就是才二十几块 三十块的东西 我个人觉得它就是很值得 它值得的原因就是 我觉得它非常适合 就是去吃完零下夜食 不管你今天去 你就吃什么 它就是那个ending 对它就是画下一个完美句点的ending 你知道你就吃完咸食 你就想说我想吃一点甜甜的东西 做一个ending 它就是那个完美的句点 那我个人推荐它的浴碗 因为本身蛋黄浴饼我是没有吃 那如果你本身喜欢蛋黄 也喜欢吃那种咸甜咸甜的那种古早味的话 那我就会推荐你就是点那个蛋黄浴饼 那如果你跟我一样就是芋头控的话 它的那个香酥浴碗 里面的那个芋头很松软 而且它外面是用炸的嘛 所以你会你会suppose觉得说 那里面可能也很烫 没有耶 它里面是温温的 然后外面那个酥脆感 就是你咬下去吃 然后咬到里面的芋头 就是说也太幸福了吧 然后芋头那个香味会慢慢的散出来 在你的口感里面你咬下去 那个嘴巴就是你咬的到那个纤维 你知道那个最爽的 就是你咬下去那个牙齿烤 那个芋丸的那个纤维 层层的往下咬下去的那个口感 就觉得高潮 嘴内高潮 那它里面的那个芋丸之弯 我觉得它厉害的是 有时候你买了之后 你不会立刻吃 那你放凉了之后吃 它也没有油耗味 因为合理来说像这种 就是夜市摊饭小吃 你就会觉得说 你对它不会有太大的期待 但它今天就是炸完 你放一阵子再吃 你又觉得它的那个油是算新鲜 就吃起来没有油耗味 这点就难怪它会入选 那个什么BB丹推荐 就给它一个小赞 而且才25块 哪里吃得到这么便宜的街边美食啊 所以如果去宁夏夜市 真的不要错过这个谈反 叫做刘玉仔的蛋黄玉饼 那它是位于大概宁夏夜市的中段的位置 相关的资讯呢 我也要放到其实宁盖的限动24小时 之后放到街边美食的栏位 大家可以按图所记 去吃吃看哦 讲到这里 我要来呼吁一下 IG 大家有IG的朋友们 现在在听着你赶快去站起来 这样才能够看到相关的资讯 那我以后会发一些有趣的东西 好了 回到今天的主题 约见面总是约不出来吗 五个暧昧的相处征兆 如果有这些征兆 可能就表示你交往 可能没有希望了 第一点就是呢 你们两个人在对话 过度的客气 你知道身体实际交流的时候 那个远近 你可以明显的判断说 对方是否想跟你亲近 或是把你定位是陌生人 还是是熟人 你知道熟人 就是你可以站近一点 讲话你也不会觉得有压力 但是如果你今天 把他定位成陌生人 那个距离就会拉很远 尤其是台湾或是东亚地区的 可能还算近一点 如果你是西方国家 那个距离的远近 就会差很多 同样的对话的口气 对话其实 到言谈之间 其实那个距离 你也可以明显地感受到 对方把你放在什么位置 讲个很简单的道理 你身边一定有那种朋友 他跟你在讲话的时候 是个样貌 他跟他的客户 或他跟他的主管 或同事 比较不熟的人 讲话又是另外个样貌 或者是当他接到 他的另一半电话 又是另外个样子 所以每个人 其实在内心里面 就是你跟那个社交距离 是不一样的 当如果你们两个 你自认你们两个 现在处于一个暧昧的状态 对方的聊天的用词 浅字 语气 就是让你觉得充满的距离感 感觉 就是像是那种银行客服 或是你今天打电话去 那种客宿的时候的那种 很关墙 就您好 请 或是不好意思 谢谢 就会有很多这种词 很那种 台湾是没有所谓的禁语 但是这些词会 就让你感受到 它其实对你来说是 用非常礼貌 很客气 但过度客气 你就得去弄明白 你所谓的这个暧昧 是你自己单恋 还是互有好感的 因为过度客气 很可能对方 就是把你定位在一个 朋友的位置 或是定位在一个 还没有这么熟悉的 陌生人的位置 所以你可能要注意 这第一点 接下来第二点关于说 约见面总是约不出来 五个暧昧相处的征兆 有这些征兆 可能就是交往无望了 就是二 因为见面总是约不出来 暧昧 如果你今天跟你很暧昧 你李当就会很期待 跟他见面 但是如果你自认 你们两个现在 在暧昧状态 但是认凭你怎么样 就是那旁敲侧击 想要约他见面 就是约不出来 他就是给你百般的理由 但是我跟你说 就是之前那句老话一句 实践就像挤牙膏一样 硬挤就是有的 或是也有人说鲁钩也是跟时间一样 硬挤就是有的 但either way 反正就是一个人 他就是所谓的没空 那他一个人如果跟你说他没空 不是因为他真的忙 到一个没有时间跟你见面 或者他真的脑日理万机 像那一楼马克思这么忙 我跟你说 单纯就是他不想有空 所以当一个人 他就是跟你不想有空的时候 就是一个装睡的人 叫不醒 就任凭你百般的邀约 他就是由各种的理由推辞你 或是他就可以说 他就真的很忙 或是他有各种各样的借口 可以跟你说 就是可能不方便见面 那如果你发现你这个暧昧对象 就是怎么约 就是约不出来 不管你是跟他在实体的生活中认识的 或是在交友软体认识 一个人如果跟你就是聊了很开心 但是怎么约就是约不出来 那其实就是交往无望了 接下来第三个关于说 暧昧的相处征兆 如果有些征兆就是交往没希望了 就是三 聊天卡关 冷场被据点 我跟你说 当个你在用交友软体 或是你今天认识他之后 你换到通讯软体 一个人只要对你有兴趣 哪怕你提出来的话题 很无聊 或是呢 就是你觉得他这个议题 他可能没有兴趣 但是只要他对你是有兴趣 他有喜欢你的话 他就是会想尽各种的理由跟办法 无限的跟你延续下去 哪怕那个主题他再不熟 那个主题你跟他聊MBA 他根本不懂MBA 但是他可以给你扯个MBA他懂的东西 或者是一个女生好了 女生跟你聊 但是他跟你聊韩剧 但你是男生 你如果没有他看韩剧 但你还是可以 就是说 我有听说过那个男生 或是我知道他长得怎么样 你还是会硬跟他聊 即便这个议题 可能你不是那么有兴趣 你就是会想办法 想延续下去 这个对话的视窗 相反的 如果你跟他聊天 你总觉得很尴尬 很冷场 时常被据点 或是被遗读不回 那并非不是 你不会聊天 或者是你觉得说 我开遗题开得很烂 比如说单纯就是 他对你没有兴趣而已 他不想跟你聊而已 而这个第三点 现在第四点关于说 暧昧相处的征兆 如果有这个状态呢 可能就是交往 无望了就是四 他回避跟你各种的聊天机会 那谈到所谓的暧昧阶段的时候呢 遇到一些就是很直接了当 他的爱恨分明那种 就是他大不了他不喜欢你 他就会直接遗读不回你 或是冷处你 他就是会当作你就是不在 或是当作就是 你很热情的面对他 他就会破你冷水 或是热脸贴冷屁股 但几经几回这样的交流 你就会自讨没趣 你就会懂得打退堂库 遇到这种人 你可能内心会有点受创 但是至少 你很快就会知道这个答案 或知道他的想法 但怕就怕 你遇到的是那种养于大户 他就把你养着当备胎 然后偶尔撒点那种饲料给你吃 就给你点甜头 他怕你跑走 他就给你点甜头 就是你觉得快没有希望 他就突然会瞧你 说你最近怎么样啊 或是问你一阵道 续航问暖啊 或是早三餐的早安晚安午安 这样子 但是呢 当你认真的 就是偶尔你晚上 想认真跟他聊天互动的时候呢 他就开始发你洗澡卡 睡觉卡 吃饭卡 各种卡 就会告诉你说 他有事 他在工作 会说今天比较忙 比较累 他没有空聊天 这样子 那有时候呢 连打字都泛滥 他可能就给你回个贴图 就算是很给你面子了 在这个时候 你就发现说 就是他会对你 就基本 很礼貌性的 就是给你勾着 他就把你勾着 就是让你不走 就是这样 当你就是消失个几天的时候 他就突然来 续航问暖一下 说你怎么不见啦 什么之类 但你想认真跟深度 认识这个人的时候 他就搞消失 因为他就害怕 跟你深度的聊天 因为他不想浪费他的时间 但是 他又想把你放在身边 当工具人或备胎 而这是第四点 你可能要稍微留意 就是回避 跟你聊天的机会 接下来第五 关于说 暧昧相处的征兆 有些状态呢 可能就是没有希望了 就是五 语言跟行为 有明显的落差 如果你现在眼前的 这个暧昧对象呢 他不幸刚好是 所谓的那种恋爱的高级玩家 他就是已经经历过很多 你知道 所谓的前任 或是他交往经验很丰富 遇到这类的 就是对象的时候呢 你可能刚开始 跟他认识几天 你就会被他那个热情给打动 他可能就是才认识 你真的没几天 但是他就会 开始会说出那种 爱你啊 宝贝啊 老公老婆啊 BB啊 打鼻什么这些 就会喊的那种 很亲密的词 那对于新手来说 或是你可能 之前的交往经验 没有这么丰富的人 你就一时间就会说 哇天哪 他就把我感觉看得很重要 这样子 但是你就发现说 他嘴上很会讲 但是实际里面 就是约会 或是实际的 见面互动的时候呢 他又可以冷得 像是个陌生人 就是你会觉得 他的言谈 跟他的作为 是两回事 比方说他会说 我要带你去哪边吃饭啊 我要带你去哪边玩啊 什么之类的 但实际他从来 没有做到任何一件事情 但他嘴上非常会说 但他就会讲了一套 让你觉得说 哇很像编织一个 很棒的未来 有很棒的那个 粉红的蓝图 这样子 但是实际跟他约会 见面 他可能连正眼 可能都懒得看你 他跟你约会 他眼中都要看别人 他都在打量别人 然后跟你聊一些 有点没的事情 大家就没有认真在理解 这个人 他不想要认识 跟深层的去 就是想跟你谈恋爱 所以你可以感受得到 那个感觉 就是他的言谈 跟他的行为 是有明显的落差的 就是他可能讲了一套 但是他做的又是另外一套 就是甜言蜜语 对他来说呢 不用花时间 不费金钱 但是倘若 他如果真的 你要他 就是逼他说 你要花时间在我身上 你逼他就是要 就是陪你出去约会 吃饭看电影 什么这些 或陪他出去玩 或是他 你希望他就付出对等的劳力 请他帮你买什么东西 或是请他做什么事情 来帮你的话 不可能 因为他就是那种明显 言谈跟行为 是有落差感的话 你发现 你的这个暧昧对象 如果是这个状态的话 亲爱的 你不是在暧昧 你只是在单恋 你只是被吊着的 那个工具人 或备胎而已 而这就是第五个 你发现 你现在眼前的 这个暧昧对象 他的言谈 跟他的所作所为 有明显的落差 他只会讲 好听话 但是他实际上 什么事情都不会去做 只会画大饼 给你听的话 那可能 这个交往 也是不会成立的 好了 今天就分享了 五点关于说 就是你在 暧昧过程中的 相处征兆 只是提供个 小小的参考 他不一定 非常百分之百的精准 因为每个人 互动啊 或是每个人的 个性不一样 但是这个就是 小小的判别标准 再次提供给你 做参考 最后还是要说 如果对今天议题 你有任何意见 看法想要分享的话呢 不管此刻 你收听的是哪个平台 快去按赞起来 如果你是厂商的话呢 在资讯栏 我会有信箱 或是你可以 加我IG 私讯跟我联系 最后关于说 如果你是用 Spotify收听的朋友呢 Spotify现在可以提供 就是你可以打 五星的功能 就可以去留下 几颗星这样子 那你用Apple Podcast呢 它是除了可以 打下几颗星之外呢 它还可以留言 所以欢迎 如果你现在是用 Apple Podcast 或者用Spotify 收听的朋友呢 快去帮我按个赞 或是人家留个言 这样可以让排行榜 冲得更前面 好啦 这是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啰